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家有没有想过 智人的进化之路有多么漫长 过程又有多复杂呢 关于像我们人类这样的物种起源 大多数人最多也就只知道 学校教科书上面写的内容 在许多国家当中 即使是发达国家 对这个有趣主题的教育也是很粗浅的 因此到后来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 真不敢相信猴子竟然会奇迹般地变成人类耶 这里是Top10频道 今天我们就要来处理这个严重的情况 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 这次的影片就要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人类的祖先 影片正式开始了 从老鼠到松鼠 正如各位所知道的 有智慧的智人是哺乳动物 更准确地说 我们在清源关系树状图上是处于以下的位置 智人物种 人鼠 人科 灵长类动物 哺乳动物缸 极锁动物门 动物界 然后是真和域 先和各位说一下 在这支影片中 我们将会省略最后提到的几个分类 而且也不会提及真和生物 动物和极锁动物的起源 那先从哺乳动物开始说起吧 哺乳动物出现的时间可能比恐龙还要早 不然至少也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哺乳动物起源于古老的兽孔木动物 它们是二叠纪时期进化程度最高的动物 正确地来说 它们是属于一群叫做全齿兽亚牧的兽孔木动物 很不幸的是 最终导致恐龙兴起的二叠纪大灭绝 大大的动摇了兽孔木动物的地位 研究古代哺乳动物是非常困难的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 被恐龙从觅食区吓跑的哺乳动物们 因为体型很小 几乎没有留下完整的化石 研究人员也在努力地厘清属性 让它们从纯种的全齿兽亚牧 成为真正的哺乳动物 因此 像它们这些各式各样的古老物种 有可能是哺乳动物 但也有可能不是 最后就被归类在一个被称为哺乳型类的类别中 最有趣的哺乳动物之一是 隐王兽 它于大约2.2亿年前的三叠纪后期 生活在现在的美洲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 这个隐王兽是所有哺乳动物的祖先 也就是我们的祖先 这是一种长得很像老鼠的小型动物 隐王兽的食物可能是小昆虫和植物的种子 它们也会产卵 就像鸭嘴兽和真燕这些现存的 最原始的哺乳动物一样 而且可能已经在用母乳养育孩子了 在终生代的整个时期里 哺乳动物逐渐增加后代 而且也进化了 根据遗传数据判断的话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重要的祖先 也就是最古老的灵长类动物 它们生活在大约8000万年前 很可惜的是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可以确认的化石 因此也没有办法得知这个祖先 具体上是如何生活的 也不知道它的外貌到底是长什么样 第一个出现的灵长类动物 以及留有可研究化石的是 普尔加托里猴 它出现于6600万年前 也就是恐龙灭绝后不久 纵观大局 那场天灾地变 引起了全面性的进化热潮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 数不清的新物种生物 登上了大自然的舞台 占据了那些绝种蜥蜴的生态地位 大多数的动物是哺乳动物和鸟类 我们的祖先 普尔加利托猴 是一只猴子 但它的外表看上去 其实像一只松鼠 它和影王兽一样 体型非常小 不到十公分 它是杂食性动物 以昆虫和水果为时 可能还会吃坚果和橡石 普尔加托里猴没有天敌 掠食者的翼龙已经灭亡了 虽然其他鸟类在天空中飞来飞去 但捕捉普尔加托里猴的能力 还不足以取代翼龙 当时还没有那种 像猫一样的掠食者 会爬上树木 袭击躲起来的普尔加托里猴 因此 这种松鼠般的猴子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 从诞生地的美国北部 大幅扩展了它们的栖息地 而且还繁盛了数百万年 之后的六千多万年 可以说是中间时代 这个时候已经不是 古生物学上的古代了 不过原始人的时代 还没有到来 那是一个复杂的时代 各种各样的灵长类动物 出现又消失 在那些灵长类动物里面 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动物 很可惜的是 因为在时间上的限制 所以无法一一介绍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我们会再制作 另一支影片来介绍 现在就先快速来看一下 大概的过程吧 普尔加托里猴和它的近亲 遍布了地球的大部分地区 与它们的祖先比起来 其中有些成员的体型 已经变得蛮大了 大概有猫或狐猴那么大 然而它们主要还是生活在树上 以小型猎物和植物为食 离食物链的顶端非常遥远 大约三千万年前 全球变冷 严重地打击了原始灵长类动物 随着这种寒冷化 冰雪开始覆盖了南极洲 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的祖先和亲戚 几乎都从非洲 美洲和亚洲温带地区以外的 所有土地上消失了 所有现存的灵长类动物 都是从这场气候灾难中 幸存下来的少数物种的后代 其中有一些很可能是我们的祖先 例如土耳其古猿鼠 土耳其古猿在1650万年前 出现在安纳托利半岛 或者是中欧的某个地方 它被认为是最早的类人猿之一 土耳其古猿说不定已经进化成 人猿总科的森林古猿鼠 森林古猿鼠有许多物种 里面也包括了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 至于它到底是什么动物呢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但我们可以想象 它在当时是如何生活的 所有的森林古猿物种 都是体重在40到50公斤之间的大型动物 主要是以水果和蜂蜜为食 在1100万到1200万年前的时代 它们广泛地分布在南欧 亚洲和东非等地区 根据基因数据来看 现代人类和近清大猩猩的进化之路 是在大约700万年前到800万年前开始产生分歧的 希腊古猿鼠这种大型猿类 就生活在这个时期 过名思义 它的骨头是在希腊发现的 目前我们对希腊古猿的理解非常少 但根据最近的研究表明 希腊古猿可能是所有猿人的祖先 至少也是与它们非常接近的一个物种 Echohomo 看看这个人 关于人属的起源时间和地点 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但其中最有利的说法是 我们人类是起源于非洲的 迁徙到非洲的希腊古猿 或者是它的近清物种 生下了沙赫人属 猿人属 和地猿属等 在传统的人类进化模型当中 人类应该是从地猿属进化而来的 比较多人知道的南方古猿 可能就是地猿属的子孙 或者是地猿属中某个群体的后代 没错 就是一个群体 与传统的理解相反 在人类进化史的大部分时间里 几乎有数种类型的人同时存在 南方古猿是一种直立行走的猴子 在动物中具有很高的智力 它们居住在大草原上 并且生活在由几个家庭 所组成的大团体当中 每一个家庭都有一只雄性和多只雌性 当小孩长大之后 雌性就会离开家庭 并寻找另一只雄性 南方古猿属也有许多不同的物种 连饮食都有所不同 但通常都是吃浆果类 草木的根和水果 说不定还会吃死动物的肉 或者只是猎食一些小型动物 顺便提一下 有一些研究人员 不认同现代人类起源于南方古猿 而是来自猿人鼠 直到两千年 我们才知道了这些住在肯亚丛林的居民 很有趣的一点是 猿人与南方古猿不同 它们的腿没有办法完全伸直 尽管如此 包括大腿骨在内的一些骨骼细节表明 和南方古猿比较起来 猿人和现代的人类更像 如果可以证明我们是猿人后代的话 那么情况就会变成 地猿和南方古猿等大草原的居民已经灭绝 没有留下后代 而清猿关系术的分支 也就因此而中断了 这样一来 学校的教科书就要改写了 第一个荣获人类名称的物种是巧人 也就是灵巧的人类 它也是第一个被研究人员 与奥都万文化联系起来的物种 奥都万文化是一种很完整的考古文化 巧人可以将不太大的石头弄裂 并进行加工 并且拥有比南方古猿和猿人更大的大脑 巧人大概是出现在230万年前 巧人诞生了鲁道夫人 接下来再诞生出匠人 而匠人会使用多样和先进的石器 他们掌握了捕猎大型猎物的技巧 这使得他们不仅变得更强壮 而且还变得更聪明 根据研究人员的推测 在匠人的石器当中 大脑里面形成了一个语言中枢 在人类进化的下一个阶段中 匠人变成了可以直立行走的人 也就是直立人 直立人的一个亚种 就是著名的爪哇猿人 根据研究者的说法 所谓的亚述文化 就是与匠人和直立人有关联 亚述文化是起源于170万年前的非洲 从法国大范围地传播到印尼 亚述文化的继承者 已经能够使用火来建造临时的定居点 他们可能还建造了原始的桥梁和木筏 在最完整的意义上来看 他们可以被称为最早的人类 直立人还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物种 研究人员一直陆续地都有发现新的物种 其中最著名的是尼安德特人 尼安德特人曾经被认为是人类的直系祖先 但研究人员现在证明了事实并不是这样 现代人类是属于在非洲以外土地上 世代生活的人群 具有少量的尼安德特人基因 这个课题今后还需要再进一步地研究 不过至少我们知道 人类不是从尼安德特人进化而来的 研究人员们对现代人类和直立人后裔出现的时间 有不同的推算 关于智人的部分 克罗马农人被认为是在大约7万年前出现的 不过陆续都有更古早时期的发现 根据最新的基因数据表明 现代人类的历史已经超过20万年了 恰好在20万年前 曾经存在着一个被我们称为线粒体夏娃的女线 当今所有人类都继承了它的母性线粒体DNA 虽然对某些宗教而言可能有点可惜 但这并不代表它是当时地球上唯一的女线 这只不过是在几千年的过程当中 现立体夏娃的后代超越了其他女性的后代而已 现代智人从非洲遍布全球 取代了他们所有的兄弟 其中也包括了尼安德特人 在过去的三万年里面 我们也只是地球上唯一的高度智能动物物种 也是人属中唯一的物种 这只影片也到了该结束的时间了 古生物就在这里交棒给考古学和历史学等其他学科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大家一起走过了两亿多年的漫漫长途 从被恐龙吓到躲在阴影里下蛋的老鼠 开始进化到不仅能加工石类 甚至是还能上网看影片的现代人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这只影片 基于时间上的限制 还有很多内容无法在这只影片里做介绍 这只影片的几乎每个部分 都可以扩展成另外一只完整的影片 甚至是好几个 如果各位喜欢这个主题的话 我们会继续制作相关的影片 要记得订阅本频道 并帮我们按个赞 也不要忘记将影片分享到社交网站上 给你的亲朋好友 另外如果希望看到这个主题的延伸影片 一定要在留言板里告诉我们 又到了正式说再见的时候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次的影片吧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